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了先不要和总部报备 否则自己就是善离之手 小哥到了地方在门口看见一个女孩 女孩说并没有报警 小哥觉得可疑就强行进入房间了 谁这一进门就被女孩的妈撂倒了 还被注射了一针麻醉剂 恐怖的事情来了 小哥醒来后发现自己即将要被活埋了 女孩妈给了他两个选择 第一是当场被活埋 第二个是可以给他一根管子呼吸 这样他可以在水泥里面坚持好几天才挂掉 另一边老警察来找小哥 管理员却说这里早就没什么人住了 老警察觉得不太对 就进去查看 并给小哥打了个电话 却发现铃声从地板下面传出来 后来警察在地板和墙壁里发现了那对母女的骨骸 可是警察小哥一直没有找到 老警察非常内疚 他辞了职 每天的工作就是到处寻找小哥 有一天他忽然在大街上看到了长得和小哥一模一样的人 而小哥的身边还有那对已经死去多年的母女 有人说这个故事是小警察当年杀了母女二人 于是母女二人追寻小警察 美事转世就是为了报仇 第四个故事是不一定 有钱人二柱在和妓女翠花啪啪啪的时候 被翠花一砖头打晕了 原来翠花本来是一个两家妇女 经不住二柱金钱的诱惑 所以陪了她好几天 二柱为人是相当的不敌道 不但飙车撞死了人 而且答应翠花很多事都没办成 还让翠花白白牺牲了色相 翠花一怒之下离开了 等翠花再次出现的时候 二柱根本不认得她 然后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在二柱浑身是血醒来之后 认出了翠花 二柱发现翠花好像是发财了 全身上下都是名牌 还有转转接送 原来翠花有了一个新的工作 就是贩卖人体器官 此时二柱的一个肾已经被翠花带去炒了腰花 故事完 本片延续了一贯香港鬼片风格 是香港新生代导演的作品 五个短小巾看的故事 各有其特色和看点 除了个别没啥看点 也算是鬼片里的一股清流吧 我是小胤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热眼时光